为发展台湾外交软实力 芝加哥乔教中心 特别在建造之初 规划设计台湾美食教室 透过定期的美食课程 传递台湾美味 而乔务委员陈美丽 则担任美食教室的烹饪老师 我在1972年 11月来到美国 已经快40年 那很多人就问我说 可不可以教台湾美食 一般的我们台湾来的家庭主婦 我煮什么 他们都可以接受都很好吃 像礼拜六的都是 很多都是第二代的 第二代喜欢的东西 跟我们老一辈的 就已经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美国学生可能会更不一样 为了让台湾美食 更加符合当地民情 陈美丽也设计了多套食谱 让台湾美味在不同场合 也会有不同方式的呈现 在2013巧救中心开幕餐会时 美食教室学员 担任准备餐点的重责大任 博得现场所有来宾满堂彩 除此之外 这群台湾妈妈更组织爱心基金会 帮助台湾若视儿童 四年前 一位小邻村内村 当初我在电视上看了 他就一直流泪 当初我就约了 也是我们这一群伙伴 大家监管 所以我们就组一个爱心基金会 现在我们的会员大概有六十几位 乔包心台湾情 这群台湾妈妈 着实拉近了台湾与芝加哥的距离